郭碧婷嫁给向左一年,举手头组间酷似向太,穿衣风格尽显贵富败,郭碧婷在婚后就变得非常低调了。 去年与向左公布结婚后,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中,可能也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家庭里了。 而两人从相识相知到最后结婚,一直都保持热恋的状态,通过各种方面就能证实郭碧婷和向左是存在着真爱的。 而婚后一年的时间里,郭碧婷被保护得很好,甚至很快融入到家庭中,不仅老公对她很宠溢,连婆婆向太也十分喜欢她。 可以说郭麒麟就是万千宠爱极易深了,可能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,她各方面都改变很多,不管是说话方式,为人处事甚至穿衣风格都酷似向太。 通过这次郭碧婷的穿搭,也发现她的风格尽显贵富败,但是她参加的活动却没有减少。 毕竟向太总是带郭碧婷与各种民怨聚会,可能通过这种表现自己的方式,才会让郭碧婷改变这么大。 因此郭碧婷才愿意把自己变得像婆婆一样优秀,两人通过正能量的方式去影响彼此。 所以郭碧婷和向太既是婆媳关系,又是朋友。